我是有点急的 但我爹妈他们不急吧 我爹妈感觉他们说是到45岁 到45岁再看这样的 他们反正感觉无所谓的 但是对我来说 我的年龄已经差不多到4岁左右了 所以说我心里是很着急的 但是我现在就算给我找到一个 我身边就几千块钱 结不了折风 所以我现在没办法 只能被迫了 就听我爹妈他们该怎么弄 该怎么弄这样的 因为我们小年轻人吧 80后的一个月差不多 七八千块钱对吧 一年八万块钱 八万块钱能结屁股 还是要有父母的钱 这肯定是得要有父母的钱 爸妈让你45岁结婚 对啊 因为现在钱在我爸那边 他是有主导权的 我妈的钱是帮我买房子 没有了 一分都没有了 所以现在就卡在这边 你自己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一个月一万一 一万左右吧 一万以内也这样 你有房子 一个月一万也可以支撑 家庭生活 哎呦现在他们感觉 如果说你就零上证 什么都不不办 很很不体面 很不体面 然后必须 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 但这一关要过的话 你要你要拿出钱来 对吧 不是说 不是说你有房 有车就ok了 面试工程 面试工程要做的好一点 对吧 你面试工程 你做的话 你村长看上海一个鞋 一桌多少钱 加起来 加起来几十万 力不从心 无能为力的 只有靠地妈了 地妈又说 你要你要用我们的钱可以 你要听我们的话 我现在是有苦说不出来 但很多人感觉我怎么整天 稀稀哈哈的 无忧无虑的 很开心的 感觉我很快乐 现在我并不快乐 我现在痛苦的 跟跟那些得癌症的人的心 心态也是一样的 很悲很悲观的 我现在我的心态也是很悲观的 我没有写在我脸上而已 只有等到四十五岁 那怎么办呢 对吧 他们是为了什么 让女的 就是说 不要动这个 离婚的念头 你知道吧 男的四十五岁 找一个三十五三十六岁女的 或者找一个三十八岁女的 他就说 死心塌地 就一辈子跟着你了 如果说找结婚的话 找几个二十几岁的 二十五六岁的 怕离婚的时候 对吧 他有你 他感觉二十五岁还找了吗 给你离掉 再找一个 绰绰有余 这样的 采采风一半 绰绰有余 不要太好 所以说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年纪大的就不一定会有这种想法 如果到四十五岁找的话 生还是可以生的 但质量不好 那你也没没办法呀 哎呀 所以说我实在不行吗 我到五十岁对吧 我我爸爸把钱给我 我就我随便拉拉一个菜就这样 如果我身上有五十万 我立马就就结了